还记得昨日德罗赞的绝杀吗 面对步行者的强硬防守 德罗赞直接右侧单脚飘移压哨三分绝杀 犹如天神下凡一般 将比赛彻底终结 更是让无数的球迷想起了 曾经科比飘移绝杀为德的那一球 好了 昨天已经过去了 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吹一下 今天的德罗赞 背靠备克场第二场 奇才今天的表现已经十分出色了 能够将新上任的东部第一逼至最后时刻 也算做到极致了 可是没想到 昨天得到科比体验卡的德罗赞 今天又续约了体验卡 最后时刻再次压哨绝杀 这一场比赛 奇才的火力十分猛烈 每次公牛想要重夺主导优势的时候 奇才总是有人能够给予回击 比尔基本盘我们都十分清楚 这一场他除了得分以外 串联球队更是做到了极致 一举为球队贡献出27分17助攻的超级两双 而库兹马更是本场奇才的败方MVP 表现极其高效 手感热的发烫 全场能够以18投12中的表现 坦下29分12板的数据 值得一提的是 本场比赛他只进了两个三分 其中一个三分 是中场前投进的那一季 我们原以为是准绝杀的三分球 没错 原以为 仅仅因为他投进后 还留给了公牛三秒 因此也间接成为了德罗赞的垫脚石 比赛最后时刻 库兹马这边延续了本场火热的手感 在最后时刻命中了一季三分球 帮助球队最后时刻成功反超比分 此时球进后留给了公牛队三秒钟的时间 没想到 库兹马吃了之前亚历山大第一次打算绝杀的亏 应是留给了公牛三秒时间 大家都知道 NBA充满着无限可能性 一秒以内都有机会完成绝杀 更何况是三秒之多 于是公牛暂停回来后 边线球给到德罗赞 只见他转身去到三分线外 抬手点飞了防守人后 直接手起刀落头中一球三分球 完成了一次压哨绝杀 帮助公牛再下一程 这一球真的大心脏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 德罗赞昨天才完成了一次绝杀 才过了24个小时 今天对阵棋才又来一次绝杀 根据统计 德罗赞同时也是NBA 历史上连续两个比赛日 完成绝杀的球员 历史守人 不得不说 果然是全联盟最像科比的男人 这颗大心脏真的就是如今公牛 得以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说到此处 奇才和公牛都得好好感谢胡人 不管是差点完成准绝杀的库兹马也好 还是完成了今天被靠背 二四压哨绝杀的德罗赞 他们都曾经有机会留在胡人 库兹马因为胡人想要追寻 所谓有经验的战力 因此果断放弃掉 德罗赞更冤 都已经降薪了 可没想到佩林卡看都不看一眼 转头跑去牵了威少 组成新版胡人三巨头 一场比赛 二度扎心 也不知道胡管看到库兹马准绝杀 和德罗赞绝杀时的感觉如何 不过话说回来 现在胡人已经打得越来越好了 威少开始慢慢融入球队 詹姆斯越打越出色 完全看不出来 这是一位37岁的老将 加上门客的崛起 以及后续农眉和阿里扎的回归 他们想要站稳在西部前巴内 也不是一件难事 但被比起来 公牛的蜕变让人更加震惊 德罗赞如果能够保持现在的稳定性 公牛这个赛季想要有所作为 倒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